LOL 5月5日PBE更新,螳螂赛恩加强,暴女即将迎来大改。 在前段时间进行了8.10版本的更新之后,今天英雄联盟每测试服再度进行了更新,其中赛恩、卡兹克、库奇等英雄遭到了调整,一起来看看吧! 英雄改动,英勇头戴手,库奇,基础生命值由528回调至正式服的518,基础生命值回复由3.5回调至正式服的5.5,祖安狂人,蒙多医生。 背水一战,R。当前生命值消耗油权等级20%提高到25%除35%。 虚空掠夺者,卡兹克。 虚空来袭,R。进化动态遮蔽。 虚空来袭。 虚空来袭的冷却缩减由40%提高到50%,正式服为0。 新增。 新增,虚空来袭。 新增,虚空来袭的隐身时间由1.5秒提高到3秒。 移除,进入草丛后获得隐身。 王陵战神。 王陵战神。 塞恩。 杀手怒吼,1。 基础。 伤害有九十七分之六十五。 五一百三十一百六十二点五一百九十五提高到六十五一百一百三十五一百七十二百零五。 正式服为七十一百零五一百四十一百七十五二百一十。 AP加乘由0.52提高到0.55,正式服为0.4。 减速效果由全等级百分之六十回调至正式服的百分之四十除百分之四十五除百分之五十除百分之五十五除百分之六十。 装备改动。 暴风剃刀。 总价由三千四百降低至三千二百。 合成路线。 合成路线。 变更为十字稿。 十字稿。 短键。 AD由65降低至55。 。 唯一被动。 现在,暴击可以被船长Q等技能出发。 唯一被动。 暴击提供的攻速由25%提高到35%。 。 符纹改动。 迅捷步法。 精密细衣。 移速加成油权等级百分之三十降低至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设计师杂谈。 8.10、8.11正式符会上线什么改动。 8.10。 。 除了射手基础属性调整外的已经出现在测试符的英雄改动。 和道谢改动。 打野装备改动。 伤心改动。 另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英雄调整。 8.11。 AD装备改动。 射手基础属性调整。 现在正在测试的新主宰戏基石符文。 一些还没上线测试符的改动。 奈德利。 我们很有兴趣让奈德利的线上玩法变得可用。 但如果我们要支持它的兑现玩法, 以它现在的极致很可能会影响游戏健康或者让打野位变得过强。 因此,如果要让它回归线上,相比于简单的竖直调整,我更希望对它做一些较大幅度的技能机制调整。 这么做是可行的,但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修改幅度跟雷恩加尔差不多。 如果我完成了自己现在的VGE任务,那我会立刻驻守对此的探索,但不能做任何保证。 更多的玩法。 更多的玩法。 未来几个月,你们会看到我们对某些英雄做出调整。 目的是开放那些它们曾经拥有过但现在不再存在的玩法,可能选择,对线麦德利、AD马尔扎哈、AP小炮,甚至引入一些新的玩法。 我个人很好奇AP扎哈特会是怎样的。 对此我们会很谨慎,因为这会带来新的平衡性问题。 多位置在过去已经有成功案例,例如吸启鬼和皇子,但有些玩法非常有问题, 例如时间坦克,打野S,AP大叔辅助。 网友评价,NGA。 Hulk Mingu,盖奈格利。 设计师吃错药了吗? 时间流失的好快,奶大力又要被狭折腾了。 Uno 10,暴风剃刀暴击可以被船长Q技能触发,那岂不是带普攻特效的技能都可以触发暴击了。 NR13,别又把暴女改的线上UP结果又砍费导致打野也玩不了了。 把晴天交给你,船长等住被削吧。 老师整出这些变态装备,在学英雄,有意思吗? 船长不用A。 等筒就行了,出穿假装筒通报机,一筒上千便常规操作了。 人间走圣贤,卡阿姿克又该上天了,Gamk三秒钟接近不被发现,团战容错率也高得一批。 三九目点,船长并不需要剃刀这个装备,现在船长都是战士打法,都不怎么出暴击的,这个剃刀3200块只加55攻击。 攻速船长没那么需要,最关键的是触发剃刀暴击效果需要2.5秒不攻击才行,一个战士打法的船长,你让他2.5秒不攻击的损失多少输出。 对于此次的改动你们怎么看呢?